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奇率团访问中国 中方一口气释出了多项利多 包括了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以及重启文旦又进口等等 只不过我国政府却还是保守看待这些政策 交通部长王光才更直言说 中方的善意程度跟预期差很多 对此傅昆奇强调 国民党这一趟是为了让人民安居乐业 而目的也已经达成 台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两岸能够破冰回春 已经顺利完成 国民党立院党团一起17人浩浩荡荡 结束周末访中行程 一早再度现身立法院 总召傅昆奇亲自宣布破冰之旅 成果丰硕 国民党的一小步 却是在断线8年以后 两岸的一大步 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 就可以来到宝岛台湾 打开很多过去产品的禁忌 蓝营有信心两岸农迈进一大步 但中方这善意程度 看在政府眼里 却还是有些吝啬 开放弧度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差很多 47个城市的居民可以自由行 但是他这一次就 以这个福建省 希望对等开放 我们希望建立起两岸 这个健康有序的交流 对中国有条件的逐步开放 并不买单 陆委会更是开呛 边总是歇卡住 再来失会 而绿营这头也没轻轻放下 痛皮肤走招和对岸先讨招 就是要来当中共资源的台湾总经销商 文旦说要输到中国 但为什么去换要修反渗透法 共产党希望能够跟民进党 来对话出卖台湾的话 那赖清德 那是不是你也在准备出卖台湾 前栋梁敏感神经 来路一吵得沸沸扬扬 只不过开放消息先传回国内 基层农民也相当振奋 文旦用农都是好消息 期盼而且也是期待的 来营党团仿舟形落幕 带回中方多项善意 但对两岸关系 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 恐怕还是人民感受最为重要 接下来营党肖瑞生 台北报道